很多花有反应啊 自己在家里育苗啊 成活率太低 那么今天呢 我就教大家一个用一次性饭和育苗的方法 成活率特别的高 那么首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之前育苗的 这个是我前天育苗的 然后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呢 已经开始发芽了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是大概一周前育苗的 现在的这个叶片已经全部长出来了 而且呢 基本上每一个都发芽了 发芽率基本上能够达到百分之百 最后一个就是之前用菠萝蜜繁殖的 现在呢 也全部发芽了 那么这个成活率非常高 方法应该怎么做才对呢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一次性的饭盒 然后呢 抽一张纸巾覆盖在这个饭盒上面 先用喷壶把它喷湿 然后将我们要育苗的种子 均匀的撒在上面 再换一张纸巾 直接铺在上面 再来给它喷水 最后呢 我们再把它合上 移到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就可以了 那么 很快它就能够发芽 如果等到里面的这个纸巾啊干了 我们再来给它喷水就可以了 这种育苗方法不仅非常的简单 成活率还特别高 有兴趣的话也不妨尝试一下 好了 本期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再见 谢谢